张柏芝主演如果,爱首播全貌第一,创造十八年熟视期关 张柏芝主演如果,爱首播全貌第一,创造十八年熟视期关 最近又有一个新的电视剧上映了,在前段时间的时候大家都在追结爱,千岁大人的初恋 而这一个电视剧马上就要大结局了,就在大家迷茫的不知道要追哪一部电视剧的时候 张柏芝主演的如果,爱上映了,当时在看预告的时候 大家肯定就冲着张柏芝主演的电视剧肯定就会去看的 毕竟她是我们的不老女生啊 当年小编因为她演的紫霞仙子就喜欢上了她 再到后来的很多的电视剧还有电影,让她慢慢地成了大家心目中的女生了 她的口碑从出道到现在一直都很好,几乎没有人黑她 而且只要是她主演的电视剧,那不要问,肯定会收视率爆棚的 小编也是刚刚地知道张柏芝在演这一个电视剧,回家的时候一定要看 这一个电视剧在湖南卫视正式的首播,刚刚上映口碑就爆棚了 这一个电视剧凭借着观众们的广大的好评 收视率上映的时候是全网收视率第一 是不是很厉害的,张柏芝到现在为止还是有着不老的美貌 她难道是上辈子拯救了地球吗 真的要给导演一个大赞了 能让大家又一次地看见我们的不老女神拍电视剧了 而且还创造了18年的一个收视器官 这一个电视剧还是围绕着清新的那种美感 小编相信张柏芝到了60岁的时候还是会样貌和现在差不多的 这一个电视剧演的是都市的情感的故事 而且这一个电视剧中的细节能表现出这一个巨是处女座的感觉 张柏芝在剧中会经常地穿险的淑女的公主群 还有连睡衣都显得高贵 还有耳环还有项链 穿搭在她的身上简直更加的完美 让观众不禁想到阔太太的感觉 这一个电视剧在制作方面也是特别的细心 而且特别的精致 有中式的大庭院 还有那种像小桥流水的感觉景象 还有很多的方面以及生活上的细节 床头柜上的照片 还有朴素的鞋子款式宽松的裤子 还有中国和西方结合的装修 再到故事的画面 还有掉光等等的细节 充分地表现出来了这一个电视剧的唯美的景象 这一个电视剧上映的时候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倾心中带着富贵的感觉 张柏芝的演技不用说大家都知道特别的好 而且剧中的张柏芝欲言又致和崩溃大叫的强烈的反应 让人不禁感叹 她的演技爆棚 如果爱这一个电视剧更是在华丽的包装下 演绎出更好的角色 这一个电视剧的故事围绕着浪漫而且梦幻的爱情故事 剧情里面的张柏芝饰演邦嘉玲 她通过很多的细节展现出失去孩子的那种痛苦和绝望 这一个电视剧传递出了很多的正能量 这一个电视剧反映了当代女性面对自己的家庭 还有人生的不同态度 这一个电视剧在后来的剧情中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请尽情期待吧 大家喜欢张柏芝演的这一个人物吗 本文由不如倾心原创 欢迎关注带你一起长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